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中国潜艇飞速发展 美国潜艇到底还有多少优势 中国潜艇飞速发展 美国潜艇到底还有多少优势 VOA薛小山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 美国潜艇全面碾压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 美国应对潜在台海冲突的计划也将因此遭受重大影响 美国军事专家指出 美国在潜艇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可能已经结束 但中国潜艇的总体质量和人员操作水平仍然落后于美国 在台海的可能冲突中 美国和印太盟友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 预计在2030年代将继续领先中国 不过他们同时说 美国急需大力投注资金到潜艇工业 提升潜艇建造速度 维护能力以及技术创新 扩大对华优势 中国潜艇技术和规模取得显著进展 华尔街日报11月20日报道说 卫星影像显示 今年初有一艘中国核动力攻击潜艇下水 该潜艇用洞喷推进系统取代了螺旋桨推 这是美国最新型潜艇上使用的降噪技术 首次出现在中国潜艇上 此外 中国已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沿海 打造被称为水下长城的水下感测器网络 还派出更多巡逻机和直升机 从海上浮标收集声纳信息 从而更好地发现敌方潜艇 除了降噪技术的改进 中国潜艇的一些隐身设计 正在步入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潜艇专家H.I.Saturn H.I.Saturn 11月24日在海军新闻发文指出 中国的039型常规潜艇 配备了独特的倾斜操作 我们现在有把握说 这是声纳隐身技术的一部分 其他国家也在追求这一总体技术 但中国是首个实现这种技术的国家 萨顿在文章里还提到 中国正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建造潜艇 并且在建造潜艇的能力上 让其他任何国家无法匹敌 另外 中国还迅速扩大水面舰队规模 就舰艇数量而言 中国舰队已超美国 美国仍拥有世上最好的潜艇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潜艇的飞速发展 将使美军挫败中国攻台的任务更加复杂化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可能会被派往台湾以东 负责猎杀美国及其盟友的潜艇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Blocken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 奈克尔 欧汉龙 Michael O'Hanlon 告诉美国之音 美中在台海的潜在冲突 很多可能在水下进行 中国试图击沉船只的努力 可能主要在水下进行 而美国 阻止中国使用潜艇攻击船只的努力 可能也通过美国的潜艇来完成 他说 美国的潜艇将在任何形式的台海冲突中 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包括攻击中国的两栖舰艇 和突破中国对台湾的封锁 这些潜艇是核动力的 可以远离美国的海岸运作 不会受到地理劣势的太大影响 即使美国的飞机领先于中国 并且有隐形飞机 很多飞机也没有足够的航程 能够在西太平洋很好的运作 面对中国潜艇的飞速发展 欧汉龙说 应该可以说美国潜艇拥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 已经终结 因为中国的潜艇长期以来 一直能够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或商船 造成伤害 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 美国将不得不努力保持领先地位 不过 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 Sagmore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 退役海军上校杰里 亨德里克斯 Jerry Hendricks 认为 在接下来的20到25年内 中国潜艇很难在整体质量上追平美国 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潜艇仍然更安静 在水中 声音能量的三分倍之差就可能相当显著 美国的传感器更好 能够探测到潜艇的能力更强 在对方探测到我们之前 就能够听到中国的潜艇 而且 美国的潜艇里的武器 在射程和效力方面比中国更致命 亨德里克斯介绍说 美国的潜艇自1950年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海军当时是全世界第一支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海军 此后 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对潜艇进行了迅速的研究和开发 在七八十年代通过洛杉矶级核潜艇完善了静音性 然后在九十年代建造了三艘海狼级核潜艇 包括海狼后 USS Sea Wolf 康尼迪格后 USS Connecticut 和吉米 卡特后 USS Jimmy Carter 亨德里克斯指出 即使在服役近二十年后 上述三艘潜艇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潜艇 美国目前计划将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取代海狼级和洛杉矶级潜艇 成为美国下一代潜艇主力 其尽因能力有了较大提升 并且拥有近海作战优势 亨德里克斯表示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舰道成本更便宜 但弗吉尼亚级仍然是一流的 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快攻潜艇 亨德里克斯认为 优秀的静音性能一直是美国潜艇如此致命和有效的关键因素 不过 他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分享这方面的技术和技巧 他认为中国潜艇静音技术的改善很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分享 以及对于美国的技术偷窃 俄罗斯在潜艇静音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 如果中俄开始相互分享这些技术和技巧 那对于美国海军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中国长期以来在窃取美国的技术、专利、思想 然后进行逆向工程和制造 试图改善其工业基础 我毫不怀疑在潜艇生产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他又说 美国的研发和创新从未放松 尤其是在潜艇领域 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困难之一 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 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 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 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达姆 J.Michael Dawn也认为 美国在潜艇领域相对于中国的主导地位没有结束 我预计美国和盟友在2030年代 将继续对中国保持水下优势 他告诉美国之音 达姆认为 美国海军仍然保持水下作战的技术优势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的潜艇已经达到 能够在水下进行反潜战所需的安静程度和声纳技术水平 解放军在反潜战 ASW方面取得的进展 主要体现在其反潜机上 比如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KQ-200或新型反潜直升机 Z-20F 以及解放军海军 使用拖液声纳阵列的水面战舰 然而 由于声音在水下传播的方式 生前的潜艇 才是追踪其他潜艇的最佳平台 但中国的潜艇可能还需要一代技术的时间才能进行水下反潜战 美军潜艇人员操作水平等也超越中国 达姆说 在水下领域 除了技术领先外 美国海军拥有几十年的运营经验 培养出了世界上最高训练水平的潜艇力量 而中国的新潜艇和新技术的引进 意味着经验不足的解放军潜艇人员可能会面临在复杂和危险的水下环境中 操作和维护这些潜艇的挑战 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洪祥 Holmes Liu对美国之音表示 当美国海军和解放军海军的武器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时 人员素质等其他软性参数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在这一方面显著落后 他说 反潜战ASW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情报 监视 侦查 作战规划 躲避战术等都可以共同促成反潜战的成功 这意味着武器系统远非唯一的决定因素 培训 条令 经验 士气以及战略和战术领导力 将对于海洋主导地位起到同样关键的作用 但解放军在潜艇和反潜战的这一方面尚未展现其能力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新的参与者 2003年 中国361号潜艇在进行训练时 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 挺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今年10月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英国国防部情报称 中国一艘核潜艇今年夏天受困于自己为诱补英美船只不下的陷阱 55名船员全部死于潜艇氧气系统故障 不过此事尚未得到北京方面的证实 美国坚实的盟友网络 相对于中国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优势 即美国的坚实的盟友网络 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 对于中国构成了显著优势 里基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达姆指出 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盟国的潜艇舰队目前总数超过100艘 超过了中国预计的潜艇库存 并且具有极高的战斗力 他说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好的 而且日本最熟悉解放军海军在东中国海的操作区域 一旦与中国爆发热战 美国保持其强大的联盟对抗解放军海军的挑战将是明智之举 与东亚及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演习 可能将确保美国在未来数年内保持水下优势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区域部署了20多艘攻击型核潜艇 随着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推进 美国将在2030年初向澳大利亚出售3-5艘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艇 英国和美国最早将在2027年在澳大利亚西部珀斯附近派驻一支潜艇轮值部队 中国近年来也开始了潜艇外交 意图提升区域影响力 为解放军扩大海外后勤设施 提升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作战的能力 中国不仅加强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的联合反潜演习 并且不断将本土制造的潜艇输出到邻国 巴基斯坦在2015年向中国购买了总值超过30亿美元的8艘原级潜艇 泰国在2017年向中国购买了一艘原级潜艇 中国在2016年向孟加拉国交付了两艘名级潜艇 2021年向缅甸交付了一艘 专注研究国防采购和军工复合体的地缘战略委员会 Consul on Geo Strategy副研究员 英国议会高级职员艾玛 索尔兹伯里Emma Salisbury告诉美国之音 虽然北京通过潜艇外交与印太小国加深了联系 但这些关系更多地带有附庸国的色彩 而不是真正的有意 中国潜艇技术发展最近取得了哪些显著进步 哦 提到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 这可是个深海大话题 我们得像潜艇一样深入浅出 一探究竟 近年来 中国的潜艇技术就像海底的龙虾 悄无声息地一跃成为海洋中的隐形猎手 让世界刮目相看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中国潜艇的隐身技术 中国的039型常规潜艇 不仅装备了独特的倾斜操作 还穿上一身隐身衣 这可不是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 而是一种声纳隐身技术 这意味着他们在水下的声音足迹更小 对手的声纳就像是近视眼戴了假眼镜 看不清楚 听不明白 接下来 我们得提提中国潜艇的推进系统 就像汽车从手摇车窗升级到自动车窗一样 中国的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 把传统的螺旋桨换成了泵喷推进系统 这种技术在降低噪音 提升隐蔽性方面 就像是在图书馆里悄悄翻书页 既快又近 让对手更难以捉摸 而在水下感测器网络方面 中国就像是建立了一个水下长城 这可不是给鱼儿的家 而是一系列高科技感测器的网络 帮助中国的潜艇更好地听海 摸笛 这些感测器就像是海底的耳朵和眼睛 能够更准确地发现潜在的威胁 中国的潜艇不仅在技术上进步显著 数量上也是大幅增加 就像超市里的方便链品种越来越多 中国的潜艇也是品种丰富 数量惊人 这种快速增长的建造速度 让其他国家的潜艇工业看起来就像是在慢跑 而中国的潜艇建造就像是在冲刺 说到水面舰队 中国的潜艇就像是水下的铁机 而水面舰队则是海上的骑兵 中国的舰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就像是在军队中招募了一大批新兵 壮大了自己的战斗力 但技术和数量的增加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潜艇的操作水平也至关重要 这就像是有了高级跑车 但驾驶技术也得上目考通过才行 中国的潜艇人员正在通过各种训练和演习 提高自己的操作技巧 力求在水下环境中游刃有余 尽管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迅速 但要想在水下世界中真正称霸 还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就像做大厨 有了好刀好锅 食材也丰富 但要做出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 还需要长时间的烹饪技巧和烹饪经验的积累 最后 我们得说说中国潜艇的外交 近年来 中国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潜艇合作 还开始输出自己的潜艇技术 这就像是潜艇界的丝绸之路 不仅加深了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也提升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 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就像是海底的珍珠 逐渐从沙子中蜕变出光彩 虽然还有很多挑战和未知 但这个过程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未来 中国的潜艇是否能在水下世界中掀起更大的波澜 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潜艇在哪些领域仍然保持技术优势 在潜艇的世界里 美国就像是那个在海底悠闲滑水 时不时还能做个水下翻滚的老手 尽管中国的潜艇技术 如同海中的鲤鱼月龙门势头强劲 但美国潜艇在某些领域仍然保持着技术的浪头领先 首先 美国潜艇的隐身技术就像是海底的隐形斗篷 让其在水下世界中几乎成为无形 美国潜艇的声纳吸收涂层和先进的螺旋桨设计 让他们在水下的噪音小到连海底的虾兵蟹降都无法察觉 其次 美国潜艇的传感器系统就像是海洋版的鹰眼 能够在极远的距离上发现并追踪目标 这些传感器不仅能够探测到敌方潜艇的微弱声音 就连海底的小石头移动都能捕捉到 再来说说推进系统 美国潜艇的核动力推进就像是海底的特斯拉 不仅动力强大 而且续航能力惊人 这意味着美国的潜艇可以在全球任何海域长时间执行任务 而不需要频繁地返回基地加油 在武器系统方面 美国潜艇的鱼雷和导弹就像是水下的狙击手 不仅射程远 而且精准致命 这些武器可以在数十甚至数百公里外精确打击目标 让敌人瞠目结舌 美国潜艇的通信系统也是一流的 它们可以在水下与指挥中心保持稳定的联系 就像是海底的WiFi 让潜艇随时随地都能接收到最新的命令和情报 在潜艇的生存能力方面 美国潜艇的设计 注重极端环境下的自我修复和生命维持系统 这就像是海底的生命之权 确保官兵在水下长时间执行任务时的安全 美国潜艇的人员训练也是世界顶尖水平 潜艇官兵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 就像是海底的特种部队 它们能够在高压环境下保持冷静 准确执行各种复杂任务 美国在潜艇的研发上投入巨大 不断探索和创新 就像是海底的研究所 永远在寻找提升潜艇性能的新方法 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 保证了美国潜艇技术的持续领先 而且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艇支持网络 这就像是海底的后勤基地 能够为潜艇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和维修服务 最后 美国潜艇的盟友网络也非常强大 与其他国家的潜艇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和作战演习 就像是海底的联合国 可以共同应对多种威胁 总之 虽然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势头猛烈 但美国潜艇在许多领域仍然保持着技术优势 就像是海底的老大哥 虽然年岁渐长 但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美国潜艇是否能保持这些优势 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努力 不过 至少在当前 美国潜艇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 就像是海底的灯塔 照亮了水下的道路 中美潜艇对抗中 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潜艇能力的增强 在中美潜艇的对决中 美国就像是一位经验老道的棋手 面对新兴而嘟嘟逼人的对手 他需要运用智慧和战术来应对局势 中国潜艇能力的增强 无疑给这场海底棋局增添了更多变数 那么 美国如何应对呢 首先 美国得继续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 就像是在棋盘上占据有力的制高点 这意味着 美国需要不断研发更先进的潜艇 提升隐身性 传感器灵敏度 武器系统精度和通信能力 确保在水下的看和打都比对手更快更准 其次 就像下棋时要预测对手的每一步 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国潜艇活动的监控和情报收集 确保能够及时了解中国潜艇的动向和意图 这可能需要部署更多的水下监听系统 或者使用无人潜航器进行侦查 美国还需要提升潜艇的反潜能力 就像是给自己的棋子增加防御力 这不仅包括提高美国潜艇自身的反潜战能力 还包括与盟友协同 共同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反潜网络 在战术上 美国可能需要进行更多针对性的训练 提高潜艇官兵对中国潜艇战术的了解和应对能力 这就像是骑手们针对对方的棋风进行特训 磨练出更多应对之策 美国也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就像是在棋盘上寻找盟军 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联合演习和情报共享 美国可以更好地围堵和应对中国潜艇的挑战 此外 美国还需要保证潜艇的数量和质量 这就像是下棋时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棋子参与战斗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需要加快潜艇的建造速度 并确保现有潜艇的维护和升级 美国也需要考虑到潜艇作战的未来趋势 就像是下棋时要思考未来几步 这包括对无人潜航器等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以及对海船作战等新战场的探索 当然 美国也不能忽视自身的后勤保障 这就像是骑手要确保自己的精力和体力 美国需要确保潜艇的后勤补给线路畅通 潜艇能够得到及时的维护和补给 最后 美国需要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耐心 就像是骑手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健的手法 面对中国潜艇能力的增强 美国不能慌乱 而应该从容应对 制定长期的战略和计划 在这场海底对决中 美国的应对策略需要像海水一样深邃而不可预测 同时又要像海浪一样有力而连贯 通过技术创新 战术调整 盟友合作和战略规划 美国可以在中国潜艇能力增强的挑战面前 保持自己的优势 继续在这片神秘而又广阔的海洋棋盘上纵横百合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餐百谱各大菜系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宫宝鸡丁 酸甜辣的味蕾交响曲 二 酸菜鱼 酸爽滋味的温暖拥抱 三 糖醋排骨 甜蜜与酸色的完美邂逅 那么我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宫宝鸡丁 酸甜辣的味蕾交响曲 宫宝鸡丁 这道菜名听起来就像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古代官员 其实他的名字确实源自于一位具有历史地位的人物 宫宝 宝宝本人是清朝时期的一位官员 名叫丁宝珍 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建树 在美食界也留下了不朽的传奇 这道菜的精髓在于他的味道平衡 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曲 首先 酸味来自鱼醋的巧妙食用 它像是交响曲中的咸乐部分 为整道菜带来了一丝丝的悠扬和清新 接着 甜味通常由糖或者甜面酱提供 它就像是木管乐器 温暖而圆润 味味蕾带来了味解 至于辣味 那是由干辣椒和花椒带来的 它们就像是交响曲中的铜管和打鸡乐 激情澎湃 让人热血沸腾 宫宝鸡丁的制作过程也是一门艺术 鸡丁要切得均匀 以保证每一块肉都能均匀吸收掉味料 并在烹饪过程中熟得恰到好处 花生或者腰果则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它们在热油中炸至金黄 带来了香脆的口感 就像是交响曲中的精彩独奏 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 宫宝鸡丁的故事 还有一个幽默的小插曲 传说中 丁宝珍晚年势力不佳 因此他的厨师特意将鸡肉切成丁 以便他容易食用 而且 为了避免他吃到辣椒 厨师会将辣椒切得特别大块 好让他能够轻易地将它们挑出来 这样的小心思 不仅体现了厨师对宫宝的尊敬 也无意中创造了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经典佳肴 如今 宫宝鸡丁已经成为中国菜药中的国际明星 无论是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还是在世界各地的中餐馆 它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选择 每当一盘热腾腾的宫宝鸡端上桌 不禁让人想起那位名叫丁宝珍的宫宝 他的名字和他的美食一样 历久米星 传遍四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酸菜鱼 酸爽滋味的温暖拥抱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道让人酸爽到心底 温暖到灵魂身处的绝妙佳肴 酸菜鱼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想象一下 当年的厨师们在没有冰箱的年代 如何保存食物 他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技术 发酵 这不仅仅是一种保存技术 更是一种味觉的革命 酸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它的酸爽 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 再来说说鱼 在中国 鱼一直有助吉祥的寓意 年年有鱼的鱼 鱼 同音 像指助富足和幸福 而酸菜鱼的鱼 则是将这份吉祥 带入了每一个家庭的餐桌 现在 让我们把酸菜和鱼结合起来 当酸菜那独特的酸香 与新鲜鱼肉的鲜美完美融合时 这道菜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让人在寒冷的日子里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是对家的思念 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趣的是 酸菜鱼在不同的区域 有助不同的变奏 有的地方喜欢加点辣椒 让人吃了鸡酸爽又热辣 有的地方 则喜欢加入豆腐或者粉丝 让汤汁更加浓郁 这就像是不同的去的人们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来诠释这份酸爽滋味的温暖拥抱 最后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 当你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里 端上一盘热气 腾腾的酸菜鱼 那酸香扑鼻而来 鱼肉在汤汁中轻轻滑动 每一口都让人感到从内而外的温暖 这不仅仅是对味蕾的满足 更是对心灵的慰解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酸菜鱼时 不妨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化和情感 让这道菜成为你生活中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记住 每一口酸菜鱼 都是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创新的交织 是对过去的回味与对未来的期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糖醋排骨 甜蜜与酸色的完美邂逅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道中国菜的经典之作 糖醋排骨 这道菜不仅是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更是甜蜜与酸色在舌尖上的完美邂逅 糖醋排骨的魅力在于它的对比和平衡 就像是一段戏剧化的爱情故事 既有甜蜜的追求 也有酸色的考验 最终达到和谐的结局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糖醋排骨的历史 这道菜的起源众说纷纭 但普遍认为它源于中国江苏省的苏菜系 苏菜 以其精致的烹饪技巧 和对味道的精准把控而闻名 糖醋排骨就是这样一道菜 它要求厨师在甜与酸之间 找到一个绝妙的平衡点 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化学家 在实验室里调配药剂一样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本身就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首先 排骨要经过精心的修剪和腌制 这就像是为排骨进行一次华丽的打扮 接着 它们会被投入到油锅中 进行一次热情的油炸舞蹈 直到它们的外表金黄酥脆 然后 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调制糖醋汁 这需要将糖醋酱油 水和其他调味料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这一步就像是在编写一首诗 既要押韵又要富有节奏 当糖醋汁煮沸后 那些经过油炸的排骨 将被慎重地放入锅中 进行最后的烹煮 在这个过程中 排骨会慢慢吸收糖醋汁的精华 就像是一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滋润 后变得更加丰满 成熟 最终 当排骨被端上桌时 它们的外观闪耀助友人的光泽 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气 这正是甜蜜与酸色完美结合的结晶 糖醋排骨的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中的甜蜜与酸色 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可以和鞋共存的 就像糖醋排骨一样 当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也许正是这些酸色的经历 让我们的人生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糖醋排骨时 不妨想想那些让你成长的甜蜜与酸色的时刻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接触于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 公饱鸡丁 酸菜鱼和糖醋排骨 这三道美食的世界 它们不仅仅是美味的佳肴 更是中国菜的经典之作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情感 公饱鸡丁的酸甜辣 酸菜鱼的酸爽滋味 和糖醋排骨的甜蜜与酸色完美邂逅 都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探索和表达 这三道菜肴的制作过程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每一步都需要厨师的翘首和心思 而每一口的品味 则是我们对这道菜的最好诠释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一种情感的传递 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已经接近尾声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希望这些美食的故事 能够启发你们对食物和生活的思考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菜肴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回忆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 分享彼此的故事和见解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期待下一次和大家再次相聚 加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词 让我心里 被人能打了一个冷战 啥词啊 肺炎 再次不是非典 也不是新冠 是肺炎 而且 症状集中发生在儿童身上 最近几个月 海内外的媒体 尤其是中国自己的 简体中文媒体 都通报 都承认了 近期呼吸道疾病 发病率急剧上升 儿童医院排起了长队 全国各地啊 儿童医院排起了长队 我看到很多家长 从医院发出来的照片 家长在那照顾孩子 孩子一只手在玩手机 另外一只手在打掉屏 上面写着 新来的病人排队要排多久 12个小时 你要排12个小时 才能看上病 什么急诊室 什么走廊 什么后诊室 都满满的了 恨不得要排到医院的外面 所以这一轮的 集中发生在儿童身上的肺炎 让人感觉不一半 不一半 当然为此 世界卫生组织 也极度紧张 三番五次 要求中方提供样板 提供案例 提供相关的化验结果 也真的提供了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正式发布了声明 说中国已经分享了近来儿童呼吸道疾病激增的相关数据 目前没有检测到任何异常或新型病原体 这些数据包括来自受感染儿童的实验室结果 表明病例的增加是由已知病毒和细菌造成的 比如说流感和肺炎致源体 这一次这个肺炎严格说来就叫致源体肺炎 那致源体肺炎 那中国向全球卫生机构 比如说像卫生组织这样的报告里面写了 说今年五月以来 儿童住院人数和门诊人数都有所增加 但医院目前有能力应对这些情况 那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 我有几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咱也不能搞阴谋论 既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从中方提供的数据里面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观众也稍安勿躁 你不要过分紧张 订了去中国的机票 那你就接着去 不要一惊一乍的 那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这次这么紧张 他平时也没这么紧急的跟中国要这些数据 也没跟别的国家着急上火的 一出什么事情就要这种数据 这个时候世卫 这个时候的中国都已经落花流垂 春落去 冬天要来了 大家压力都很大 为啥 中国在疫情报道上 一直在透明度方面受到全球的关注 大家怀疑 真的假的 你给我这个 是不是 尤其是本世纪两大传染病 影响全世界 死了成百上千万人 2003年的SARS 2020年的新冠 都是中国来的 对吧 而且这两次里面 第一次中方承认了处理失当 隐瞒 还撤了北京的市长孟学农 还有那个卫生部的部长高强 这些好像是他俩都给撤了 第一次是这个彻头彻尾的人祸 殃及全世界 胡锦涛还向全世界道了钱 对吧 第二次呢 争议就比较多了 到目前为止 现状是死屁赖脸 死不承认 他们说这是意大利先发作出来的 还有人说 这是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空军 这个海军基地流传出来的 总而言之不是中国流传出来的 中国也是疫情的受害者 不是疫情的发源地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我们节目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 好多东西特别的扯淡 根本就不止一波 说白了 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大外宣的朋友多了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有 如果德特里克堡 什么这些事件值得关注的话 他们在这有成百上千人 他们直接去德特里克堡去采访就行了 不管这个堡里的美国医生 美国官员说什么 那都是全球第一号新闻 但是简体中文媒体里面 除了流传这些谣言 说美国为什么不查他自己的德特里克堡 拜托 有脑子的人都认为那是个二货才会干的事 要不然你们的诸外的记者怎么不去采访呢 你去追一下不就得了 有人阻拦你们去采访德特里克堡吗 没有吧 这就说明这些在海外的这些记者 他本身也知道 这就是个扯淡的事是骗国内那些傻叉的 在国外谁要拿德特里克堡说事 那你就是脑子有水 你没法在同行这边混 对吧 这个事情很简单 我们拉回来不能扯太远 那这一次 这一次的疫情 不能说是疫情了 这一次新的支援体性肺炎的爆发 也让世卫特别紧张 赶紧跟中国要数据 中国这次也有点避嫌的感觉 他要就赶紧给了 你看这不挺好吗 你只要是只要是公开透明 即使也没有人去炒作这些疫谋论 你看这次就没有人去说 哎呀中国又怎么怎么着了 又有新型病毒了 大家小心赶紧把来自中国的航班给他封了吧 有人这么炒作吗 没有 所以要相信大家的智商 相信国际社会不会平白无故的去 去污蔑一个人 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污蔑一个国家 你自己站的正 走的正 就不怕影子鞋没关系 你看 目前为止处理它是不错的 但这个事情才刚刚发生了两天 世卫组织拿到这个结果 纽约时报报道出来 才是今天的事 那后面是怎么发展 咱不知道 那咱不知道 但是我给大家交个试点 我作为一个文科生 我都能想到一些问题 咱就得更不敢想象 理科生朋友们 你们有是不是比我有更加有科学依据的一些怀疑 或者一些疑问来提出来 你比如说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个突发这个资源体型肺炎 有几个疑问 第一难道仅仅局限儿童吗 反正是儿童医院人是很多 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儿童的抵抗能力弱 对吧 还有可能呢 那就是中国现在这些小孩都是小皇帝 独生女独生子 稍微有点头疼脑热 家里人紧张得不得了 那这是导致了 这个以儿童患者为多的这样一种现象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 但我的感觉 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本人吧 咱就说实话吧 去中国两趟 我去了以后都得退烟了 我回来以后嗓子痛 痛得像刀割一样 咳嗽 咳嗽了一个月还没好 大家能听出来我这个声音吗 这个声音还没好 我都吃了美国控制级的药品 里边有Opiate 就是含牙片的这些药 才刚刚震住了 我其他的朋友去中国的 也不行了 都是成年人 到了以后大概10到15天就开始发病 发病以后 那个叫哪个难受 最常见的现象也就是嗓子痛 然后痛到不行 就咳嗽 咳嗽的是一塌糊涂 关键是他持续不退 他不走 但也没有多大的恶化 但他就是不好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相当的严重 到底是真的是只针对儿童犯病了呢 还是成年人里边的发病率也很高 只是这个没有计算在统计数据之内 成年人可能吃点药扛过去就扛过去了 年轻人小孩扛不住 所以都进了医院了 导致目前的这样一个医院被挤兑的情况 主要貌似发生在儿童身上 另外中方的解释是什么呢 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有什么特殊 他们说今年的数字上涨比较厉害 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封控 封控以后 那个严格的封控 那不就导致了大家这个得这个病的可能性都小了吗 因为首先你在家待着 你当然不会感染了 对吧 再一个就算感染了 你也来不了医院 进不了医院 你就不能进入统计的体系 没有进入统计体系 没有计算你生病 你当然就等于没生病 对吧 科学上那只能这么统计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致源体肺炎的重新发作 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控制的太严了 这一放开以后 他有一个自然的反弹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疫情的风控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和今年 到这个季节了 这个秋冬季节肺炎发病率本来就很高 所以没什么异常 大家不要被这个数据给迷惑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认为就应该从时间上倒退 在时间轴上查一查 这个20 不用往前了 2010年 2010年到2019年 这9年期间 每到秋冬季节 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的 是吧 那这个发病的规律 病毒的特征 是不是和今年这个一样 如果一样 那证明中国的医生说的是对的 如果不一样 那证明今年的这个致缘体肺炎 仍然是挺蹊跷的 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另外 全世界都得了新冠 对吧 全世界都得了新冠 全世界也都进行了一些风控 那我们横向比较 刚才是说时间点上 现在从横向上比较 其他国家有没有发现在秋冬季节 11月份以后 发生了大量的儿童感染 致缘体病毒的这个情况 这个肺炎的情况 如果有 那证明中国不是例外 如果没有 那还是证明中国的这个事 他很蹊跷 你怎么别人没有就你有 对不对 那这些疑问啊 都得这些医学专家 来进行回答 我这个文科生啊 只能提出一些问题 只能提出一些问题 当然啊 就这个话题啊 我也请教了一些专家 请教了一些人 他们说 很显然 这就是中国那段时间 变态的 超规格的 过度的防疫 造成了一个后遗症 你以为你那段时间 这个你风控的炎 你给这个老人孩子 你都关在家里 三个月不准出门 你保证了那三个月是吧 你保证了三个月没用啊 病毒的发展 肺炎的发展 有他自己的规律 这个账 你前边算 就在前边算啊 算不清楚 你只留到后面 再来补这个账 你是躲不过去的 那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没有看到全世界各地 除了中国以外 其他个世界各地 都出现 大量的儿童染上了 职员体肺炎这个事 那就证明啊 人家一开始放的松一些 这个不是搞的这么 血浑淋拉的 不是搞的这么 穷凶极恶的那种风控 人家就免去了 现在的职员体肺炎 这一场浩劫 你中国那时候 你搞的猛是吧 你搞的猛好吗 那你到现在来还账 你一样得还 所以这一次 治愿体肺炎 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什么呢 哎呀怎么说呢 是对中国人智商的一个惩罚 你越以为你聪明 世界各地其他人都是傻子 最后证明你自己是个傻叉 从个人到国家都是这样 当年新华社人民日报 发的稿子说什么 说我们对面对疫情防控 要算总账 算经济账 现在我们经济受些损失 我们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全力以赴 搞得严厉了一些 但是长久看来 这笔账是值得的 这笔账现在看值得吗 你的经济死翘翘 对不对 经济死翘翘 是不是 你怎么算这个账 也没算过来 然后你当时健康保住了 现在职员体肺炎又来了 你当初咋保的 所以我现在面对这些专家 我真的是 咱不好意思说太狠的话 但是我只能举一个例子 前两天 中国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吴尊友 病逝了 挂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新冠的会议症挂的 总而言之 在我心目当中 吴尊友教授 对世界做的唯一贡献 就是他挂了 你看他当年新冠 这个在中国流行的时候 他拿副嘴脸 上中央电视台 新闻新闻联播 上东方时空 千风百计的说 咱们就得严防死守 搞得得多么严酷 多么变态 这才符合我们国家的特征 因为一旦发作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等等等等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讲这个新冠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要改变 修正自己的生活的习惯 比如说有事没事 不要群聚 炸堆喝啤酒 吃火锅 是吧 那都容易感染 另外分餐制 不要一盆鸭子 一盆鸡上桌上以后 二十多张筷子往里插 那都不健康 他讲到这个的时候 他真的举了个例子 你比如他说 你看现在我们某某某不为 某某某食堂 大家就算在食堂里 都不互相一块吃饭了 都拉开个小桌子 单独吃 和别人拉开一个安全距离 那记者就问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吴总有说 就算在一起吃饭 拉开了距离 每个人在小桌上吃 大家也不要互相对视 我当时看到这个电视 我就觉得晕了 我简直要新冠发作了 难道新冠会通过目光传染吗 如果不通过目光传染 双方对视一下又怎么了 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不明白了 所以中国这些卫生专家 这些扯淡的人 我真的是认为 他们对世界 对人民 对患者最大的贡献 就是你赶紧挂了 你赶紧挂了 谢天谢地 我代表人民群众 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 那今天的节目 你看我顶着我已经换了 资源体肺炎这个情况 跟大家播报 分析 请大家务必点赞 点赞保平安 保健康 好吧 赶紧点赞 另外给大家送个福利 再讲一条和刚才说 这个事情也相关 那是啥呢 刚刚就在刚刚 中国宣布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马来西亚 六个国家 这些人到中国来 单方面免签 生效日期是今年12月 到明年的11月 整整一年 可在中国停留 最多15天 不需要签证 哎呀 你看这个消息多好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的 关键词是单方面签 这在外交领域 是很罕见的 什么叫单方面签 就是你对这个国家的人来 免签证 那些国家 对你持中国护照的人来 不免 你看我们国家 什么时候干过这个事 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这不是丢人吗 为什么要这么干 实在是没办法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在节目里面 屡次跟大家说 到中国去 不止我一个人 很多人的经历 你看看东航 你看看国航 我的天哪 那个飞机上 都是清一色的 简中媒体这些屌丝 没有外国人 那些屌丝 那个一脸菜色 在美国帮着子女看孩子 终于疫情结束了 要回国的那些父母 有的抱着小孩 有的没抱小孩 还有那些 疫情结束以后 梦想的回中国再去捞金的 那些在美国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的 那些所谓的professional 那个机舱里的气氛 极其的憋闷 极其的惨淡 你眼看上去都是些黄脸庞 黑头发 这个黑眼珠 没有外国人 人家不去 你看登机牌 你才知道 你这是巴黎飞中飞北京 你看这个是 这是纽约飞上海 你要不看登机牌 你就以为这些飞机 是河南洛阳 飞山西太远 你分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太惨了 太惨了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不行 这种情况下 人不来 做生意靠什么 人流物流 信息流 资金流 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人流 人不来就无从谈起 无从谈起 那这种情况下 为了尽快的让外国人到中方 来做生意 来旅游 沃交部这次也豁出去了 毛宁不是说了吗 为了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服务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都要开放 中方决定实行单方面免签这些措施 但是这个措施 我是这么看 第一 首先它是个好事 好事 这证明中国的有关机构 包括最高层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现实的时候 人家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感 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人家不来 我不理你 我除了去中国旅游 我就不能去别的旅游了吗 可以 实际上好玩的就是多了去了 人家可以不来中国 这跟做生意是一样的 当年疫情之前 甚至是再往前推 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 你看中国那些专家说的 说中美之间 美国不敢脱钩 脱不了 全世界离开不了中国 这样一个世界工厂 离开不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 那美中国进出口在美国经济 这个DDP里边 这个比例连年下降 美国的进口已经 大量的用墨西哥这些国家取代了中国 那美国的经济没见着多差 那好得不得了 现在是 对不对 他不是这个情况 缺了你一样赚 没准赚得更好 当时我看到这个论调 我就表示十分的不屑 你怎么把自己看得这么高 那再往前推 你那还扎辫子 裹小脚 娶小老婆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 人家英美法 都已经是世界头号大国 都已经实现蒸汽机 都已经要进入 在研究进入电气化 甚至是信息时代了 没你一样活 而且活得更好 那不这么认为这些人 要么就是傻 要么就是坏 打心眼脸 就想把全世界绑到你这个战车上 事实上不是这样 对吧 那现在你看海外游客 商务人士都少了 中方得赶紧拉他们来 但能拉他回来吗 我表示怀疑 这里面有这么几条原因 就是原来不来的 那个根本原因 没有得到解除 大家原来不来 根本原因是因为 是因为签证不顺利吗 是 去签证挺麻烦的 但是大部分国家 尤其这一次免签的这些国家 大部分通过旅行社都可以办理 你说谁还有事没事 非得请两天假 跑你领事馆去办签证 尤其是旅游的 没有 人家无非就是通过旅行社 多几天而已 那原来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西方的关系持续的在恶化 在华的外资公司遭到公安部门的搜查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甚至很多外国企业被限制出境 这让海外人士去中国旅游 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谨慎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红线跟所有世界上的红线都不一样 你只有踩了 他才告诉你这红线在哪 对吧 你不踩之前他不告诉你 所以去中国 大家觉得害怕 那这个 这条如果不放松的话 就是把国家安全无谓的扩大化 那西方这些游客 还是不敢来 还是不敢来 因为什么 他来了其实也没用 你让些海外的屌丝来有什么用 海外那些大老板 大商家 投行 华尔街人士 这些人才花得起钱 是不是 你要海外那些退休以后扣托托 整天比机票价格就得比上个半个月才敢下单 你要这些人来有什么用 没用 所以这些高端人士 消费力强的 真的能够带动中国内需的这些人 他还是不敢来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 另外最新的这个措施 针对这六个国家 那可不是最新的了 前边出台过更猛的 北京就出台过 海南也出台过 海南这个更过分 大家知道吗 海南自从今年2023年5月1号开始 就半年之前 海南实施的是59个国家的人员 入境免签 多少时间大家知道吗 整整一个月 在海南待一个月不用签证 59个国家 拜托 那海南实行这个措施以后 发展的咋样 发展的咋样 没看到数据 可见不太行 如果行的话 也不会到现在又来这么一轮 又来这么一轮 可见不太行 那你说 王茫瑞你怎么就整天说问题 不说解决方案呢 你能不能给个方法 是不是 首先不再其位不毛其正 我要是不用说一尊了 我要是这个 证据委员以上级别 我就敢提这个建议 是不是 其实没这么复杂 三条措施 也不用双筋动骨 也不用党和国家付出巨大代价 做到三条就可以挽回海内外人士对来中国旅游投资做生意的信心 第一条 第一条 那个马老师 马云 你让他出来走两步 对不对 马云都会过这么长时间了 对不对 我最近看了张照片 戴着个压伤帽 压伤帽底下 那个鬓角 花白 这个马云马老师都变成马爷爷了 不行 你让他出来走两步 有事没事的参加个论坛 对某些政策 发表一个不疼不痒的批评 那我们就知道 中央对马云这些人 还是网开一面的 为什么他很重要 因为马云代表一批人 那就是利用中国改革方的大潮 这个红利他全吃到了 凭着中国巨大的市场 凭着中国人的聪明肯干 凭借国际资本对中国 这个孜之以求的这个态度 人家就做成了全世界第一的电商企业 对不对 人家能做成 对马云网开一面 不赶尽杀绝 就让这些投资界的 比如说简单说吧 孙正义 软银 美国这些做IPO的这些大公司才知道 我仍然有可能在中国发现新的 杰克马 没准是杰克里杰克刘 杰克赵都有可能 是吧 做一单这样的生意 赶上你做其他单 一百单 马云的股票 当初投他的都升了几万倍了 所以你对马云好一点 就能挽回世界投资者的信心 但实际上对马云好一点了吗 没有 马云低三下四 低眉顺眼 啥也不敢说 啥也不敢动 就在 习主席和拜登 开会的第二天 不到24小时 他卖掉了手里绝大部分 仍然持有的二爷爸爸股份 他为啥卖 他就知道再不卖 就成废纸了 所以 马云没信心 国际资本就没信心 另外 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我告诉大家 你就把我昨天的节目里说的 人家那个亮亮 什么 亮亮丽君 那夫妻俩这么一个小草根小屌丝 人家夫妻俩买房 交的钱 房子烂尾了 去要承诺给他的这个反点 两万块钱 还被融创反点产公司打了 这种情况 人家被逼无奈 离开 这个离开郑州回老家 还把人家的号给封了 你对这些最基础的草根 稍微好一点 因为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说对亲戚朋友特别好 来了以后大鱼大肉 倾家荡产也好好招待 但是对自己的孩子非打击骂 你对自己的家人都这个德行 一副死变态的样子 你能让客人相信你会对他们真好吗 不会 人人都知道 我要是面对这样的主人 十有八九 是开门招商 关门打狗 你要他骗你来以后 有你的苦日子过 所以这种情况 你对自己的老百姓好一点 外人看着 心里就踏实 我刚才说两条 还有第三条 就是你把什么周小平 什么胡锡进 什么金灿荣 还有什么 复旦中国研究中心的张维为 这五个人里边 你弄出个两三个拘留他几天 因为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损害 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侮辱 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 你把他们弄起来 关几天 以敬效忧 那我告诉你 知识分子这口气 他就顺过来了 海外的资本 海外的知识界 海外的媒体 也就不会盯着你乱说了 是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 于国于民又哪不好呢 挺好的 所以你看我刚才出了这三个主意 我认为三条都实施的话 今年GDP应该在10%以上增长率 如果只办其中的一条 那也得有5%以上 我这说的是实在的增长率 按美元计算的 但最大的可能 是这三条一样都不会干 仍然自己在粪坑里自嗨 觉得我都对 别人都错 千错万错都是美国错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的愚昧就配得上你们的厄运 我今天只能这么说了 哎呦 我这个一口气 我这个资源体肺炎没好呢 我一口气说了整整半个小时 请大家务必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目前这样一个局势的看法 您认为59国签证免签也好 6国免签也好 对经济有没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更关键的时候 最想听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您觉得是比以前更收紧了呢 还是比以前花钱更放心了 您现在消费特点呈现出什么样一个变化 所以您的这些精彩的评论啊 我们都会认真地阅读 特别精彩的部分 我们也会拿出来 在节目里跟大家共享 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有消息称 季某某正是在港澳 泼出风头的赌场大亨季晓波 崔丽梅是他的阿姨 季晓波遭内地指控 跨境博彩集团首脑 新岛日报 季周超华及陈荣炼之后 又有跨境赌博集团 在内地被查处并宣判 昨天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崔丽梅等15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做出一审判决 已开设赌场罪将崔丽梅判刑8年半 并指季某某另案处理为主脑 有消息称 季某某正是在港澳 泼出风头的赌场大亨季晓波 崔丽梅是他的阿姨 内地对跨境涉赌犯罪的打击 持续高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昨日公告 对崔丽梅等15人犯 开设赌场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 认送他人偷越边境罪一案 做出一审判决 已开设赌场罪 判处崔丽梅有期徒刑8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人 已开设赌场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 认送他人偷越边境罪 分别判处申中莲 杨坤华等14人 有期徒刑7年6个月 至1年8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罚金 阿姨催丽梅 判求8年半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年至2021年间 为谋取非法利益 即某某另案处理 等某某另案处理 共同或分别组织催丽梅等3人 在境外开设赌场 组织申中莲等8人 采取暴力 威胁及其他手段 所要因赌博形成的非法债务 组织被告人周静文等4人 转化因赌博形成的非法债权 转移资产 上述人员长期纠集在一起 形成了以 季某某为首要分子 催利梅等15人 未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在北京及外省市 多次实施了组织 招揽中国公民 附近外赌博 寻衅滋事 非法侵入住宅 催收非法债务等违法犯罪行为 法院没有直接点出季某某是何人 但据悉 她正是台湾女心吴佩慈的男友 在港澳泼出风头的赌场大亨季晓波 催利梅是其阿姨 以及季母的妹妹 曾短暂担任季名下一间香港上市公司 博华太平洋的执行董事 案件提及的董某某 是季晓波最新的生意伙伴 法院提及季某某和董某某被另案处理 相信两人还未归案 季晓波现年约45岁 东北哈尔滨人 后来进军澳门博彩领域 成了蝶马仔 并转战香港商界 与台湾女心吴佩慈 育有四名子女 季晓波近几年传出财务风波 今年夏天更在香港街头 出现追债海报 上头有她与女友吴佩慈的合照 写着国际级大老千 借钱借到人间蒸发 穷途末路 赦账度日 港澳赌场界 港澳赌场界 一个璀璨夺目的世界 充斥着金钱的诱惑和风险的考验 在这里 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每一张脸上都刻着各种故事 这是一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 一个能让你在一夜之间 成为富翁或一文不明的神奇舞台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界别的星星 赌场大亨 他们是这个圈子里的大佬 手握重拳 控制着赌场的每一个筹码 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像是赌桌上的王牌 总是能左右游戏的结果 这些人物往往散发着一种不可一世的气势 但他们的成功背后 却是无数的努力和智慧的堆叠 在这些大亨的领导下 赌场不仅是赌博的场所 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舞台 赌桌上 每一个下注都伴随着麦麦的期待和心跳的加速 赌客们的脸上 使而展露胜利的喜悦 使而显露失败的沮丧 这些表情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 不断上演着人性的喜怒哀乐 然而 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进入的 它有着自己的规则和秩序 每一个想要成为其中一员的人 都必须学会如何在这些规则中游刃有余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每一步都要走得恰到好处 才能在这个璀璨的世界中站稳脚跟 赌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赌博 更在于他所提供的全方位娱乐体验 从豪华的酒店到顶级的餐厅 从震撼的表演到无尽的夜生活 赌场总能满足各式各样的娱乐需求 这里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打造 只为了给客人留下难忘的体验 但是赌场的光鲜亮丽背后 也隐藏着许多不畏人质的阴暗面 赌博的沉迷金钱的追逐 往往会让人迷失方向 甚至走上不归路 这里的成功故事固然令人羡慕 但失败的故事却更多的令人心痛 在这个世界中 智慧和幽默是生存的必需品 这会让你在这个充满计算的世界中保持清醒 而幽默则是在逆境中保持心态的良药 只有拥有这两者的人 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赌场界中游刃有余 最后 无论是赌场大亨还是平凡赌客 都必须记住一个铁律 直进退 在这个以金钱为尺度的世界 只有懂得事事收手的人 才能真正赢得生活的丰盛 毕竟 赌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党澳赌场界 一个绚烂又复杂的世界 它既有让人心动的魅力 也有让人警醒的教训 在这个世界中旅行 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和勇气 更需要智慧和自制 只有这样 才能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当麻将桌遇见知识青年 二自行车上的浪漫 旗向自由 三手抄报的秘密 字里行间的情书 练模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当麻将桌遇见知识青年 当一群知识青年走进了麻将房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排局 而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 一场智慧与策略的较量 更是一次对传统娱乐方式的现代解读 首先 我们得了解麻将不仅仅是一种游戏 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 而当这些习惯于数字化信息和高速互联网的知识青年们 坐到麻将桌前时 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和社交模式 想象一下 这些青年们可能习惯于通过屏幕来交流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会读懂对手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 这对他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新鲜体验 他们可能会试图用数学模型来计算牌的概率 分析最优策略 但很快他们会发现 麻将中的运气和直觉同样重要 在牌剧中 我们可能会听到 他们用一些专业术语来描述牌面情况 比如将连续的牌称为线性增长序列 将碰牌解释为实现资源共享的策略 甚至将合牌比作搭成项目里程碑 他们的对话充满了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 这让传统的麻将桌变得像是一个学术研讨会 但是 随着牌局的深入 知识青年们也会逐渐被麻将的魅力所吸引 他们开始理解到 麻将不仅仅是计算和策略 更是一种社交活动 一种团队合作和个人技巧的结合 他们开始享受与人直接交流的乐趣 体会到传统游戏的独特韵味 最终 当牌局结束时 无论输赢 这些知识青年都会有所收获 他们不仅学会了一种新的游戏技能 更重要的是 他们体验了一种不同于数字世界的人际互动和文化传承 他们可能会回到自己的数字化生活 但他们的社交应用状态可能会更新为 刚刚体验了一把真实版的资源管理游戏 感觉自己的社交技能和策略思维都提升了 这就是当麻将桌遇见知识青年 不仅是一场游戏 更是一次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是一次古老与现代的对话 也是一次认知与乐趣的共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自行车上的浪漫 奇向自由 各位亲爱的脚踏车爱好者 浪漫追寻者 以及偶尔迷路于生活丛林中的都市探险家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个被称为自由之轮的奇妙发明 自行车 以及它如何称为浪漫的代名词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世纪 当时的自行车还是一个新奇的发明 它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一种社会现象 想象一下 当时的年轻男女第一次能够不受束缚的离开家门 骑上自行车 感受风吹过脸颊的自由 这不仅仅是对肌肉的锻炼 更是对心灵的解放 自行车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约会方式 两个人并肩骑行在田野间的小路上 这画面比任何情诗更能触动人心 但是 浪漫的路途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想想那些早期的自行车 比如高轮车 Penny Farthing 那个巨大的前轮和微小的后轮 看起来就像是时尚界的一次荒谬尝试 骑上去不仅需要胆量 更需要平衡感 当然 如果你的约会对象 能在你从高轮车上 摔下来是伸出援手 那么这段关系的浪漫指数 肯定能瞬间飙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行车的设计变得更加人性化 更加适合长途骑行 这时 自行车不仅仅是一种约会的方式 它还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骑自行车的人被视为追求健康 环保和简朴生活的先方 而一起骑行 共享这种生活方式的伴侣 无疑是最浪漫的伙伴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骑自行车旅行的冒险家 他们骑驻 自行车穿越国家 跨越大陆 甚至环游世界 这些故事中总是充满了意外 挑战和自我发现 每一次的车轮转动 都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种旅行方式 本身就是一种浪漫的表达 它告诉我们 生活不仅仅是目的地 更是沿途的风景和骑行的感受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城市里的自行车骑士 他们在繁忙的交通中穿梭 或许是为了避开堵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手抄报的秘密 字里行间的情书 各位亲爱的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 古老而又浪漫的主题 手抄报的秘密 字里行间的情书 在这个数位化的时代 手抄报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绝想 但它们曾经是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在学校的小角落里 它们承载着青涩的爱恋和秘密的心跳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手抄报的基本概念 手抄报 顾名思义 就是用手工制作的报纸 它通常由一张大纸板构成 上面贴满了五彩缤纷的纸张 图片和文字 在学校里 手抄报常被用于展示 学习成果 庆祝节日 或者传达校园资讯 但是 这些看似单纯的报纸 有时候却隐藏住一些甜蜜的秘密 想象一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小明在制作手抄报的时候 偷偷地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写下了一句小红 我喜欢你 这句话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报纸的设计之中 既不会一眼被看出来 又能在小红无意中翻阅时 给它一个惊喜 这就是手抄报的魔力 它能够在纸张和胶水的间隙中 传递住心跳和情感 当然 这种秘密的情书 有时候也会导致一些小小的混乱 比如 当小红的闺蜜小绿无意中 发现了这个秘密 并且在全校范围内散播开来 小明的秘密 爱慕就可能变成了全校的热门话题 这时候 小明可能就需要准备一个更大的手抄报 来正式表白了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手抄报 不仅是知识的传播工具 也是情感交流的桥梁 他们以其独特的方式 记录了无数青春的秘密和回忆 虽然现在手抄报 可能已经被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所取代 但那些纸张上的字迹和图画 仍然在某些人的心中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张就手抄报时 不妨仔细研究一下 它的每一个角落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在那些字里行间 发现一段 被时间遗忘的爱情故事 而这 正是手抄报的秘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作为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带你们探索了 当麻将桌遇见知识青年 自行车上的浪漫 和手抄报的秘密 这些内容 展示了这些传统文化和娱乐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影响 在当麻将桌遇见知识青年中 我们看到了数字化时代的年轻人 如何通过传统游戏 来体验不同的信息处理方式 和社交模式 他们尝试用数学模型 来计算牌的代理 分析最优策略 但最终发现麻将中的运气和直觉同样重要 这种文化碰撞和龙和 不仅带给他们新的游戏技能 还提升了他们的社交技能和策略思维 当谈到自行车上的浪漫时 我们回顾了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 和生活方式的演变 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浪漫的约会方式 也是一种追求健康 绿色和简朴生活的象征 骑行的冒险家和城市自行车骑士 都展示了自行车作为一种探索未知 和追求自由的方式 最后 在手抄报的秘密中 我们看到了手抄报 不仅是知识传播工具 也是情感交流的载体 手抄报中隐藏的秘密情书 记录了青春的爱慕和回忆 虽然现在手抄报 可能已经被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所取代 但那些纸张上的字迹和图画 仍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总结来说 这些内容展示了传统文化和娱乐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独特魅力 无论是麻将桌上的思考与交流 自行车上的自由与浪漫 还是手抄报中的情感与回忆 它们都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和思考 让我们继续探索 并保留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 让它们与现代社会相互融合 创造出更多的乐趣和智慧 最后 我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和娱乐方式 你们是否有类似的体验和见解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索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缅甸民族团体冲突 打击跨境网络犯罪 中缅边境军事演习 中国新华社报道 中国开始在中缅边境进行军事演习 Bloomberg 中国已经开始在与缅甸边境进行军事演习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 报道称 从周六开始的演习旨在测试国家的准备情况 动员速度 以及封锁边境和攻击能力 演习结束日期未给出 过去一个月以来 边境地区成为了一个火药桶 因为反对政府的武装缅甸民族团体夺取了一些城镇 包括一个重要的西矿贸易中心 这场冲突 促使中国呼吁停止反叛组织与缅甸军方之间的战斗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报道 北京还一直在努力打击缅甸境内的跨境网络犯罪 自九月以来 缅甸北部当局已经移交了三万一千名 涉嫌与中国有关的诈骗案的嫌疑人 其中包括63名首脑和1531名通缉犯 中国南方军区负责此次演习 根据其官方微信账号上的一份声明 该军区表示始终准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定义与背景 在缅甸的多彩地毯上 不同民族团体的纠葛 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国际象棋比赛 只不过这里的棋子是真人 棋盘是真实的土地 而赌注则是权利与生存 这场冲突的背景是缅甸复杂的民族构成 和多年的政治动荡 民族团体为了争取更多自治权或独立 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有爆发 最近 一些反对政府的武装民族团体 就像是在玩一场大胆的夺旗游戏 他们攻占了一些城镇 其中包括一个对缅甸经济至关重要的西矿贸易中心 这不仅是对缅甸政府的挑战 也让邻国中国感到了震动 中国 作为一个对稳定有着近乎迷恋的巨人 对这种边境的火药味十分敏感 因此 中国开始在中缅边境进行军事演习 就像是一个和平爱好者 突然在家中搭起了沙袋和障碍物 以防万一有不速之客闯入 新华社的报道 如同一位严肃的老师在告诉学生 演习是为了测试国家的准备情况和动员速度 中国军队展示了他们的封锁边境和攻击能力 就像是在做一场生死攸关的体能测试 只不过这次的跑道是险峻的边境线 同时 中国还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 那就是跨境网络犯罪 这些犯罪分子 就像是一群专业的数字忍者 他们在互联网的阴影中潜伏 并用现代技术进行诈骗和其他非法活动 中国的反击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电子剧本 自九月以来 缅甸北部当局已经移交了数以万计的 涉嫌与中国有关的诈骗案嫌疑人 这不仅是一次对犯罪的打击 更是一次对法治和秩序的维护 南方军区的声明像是战士的誓言 他们表示始终准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维护国家主权和边境稳定 这话就像是一位壮汉在告诉邻居 他的家是安全的 他的肌肉是强壮的 任何试图搅乱的小偷 都别想从他家的窗户爬进来 总的来说 中缅边境的局势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 每个角色都在小心翼翼地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而中国的军事演习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行动 则是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关键情节 这场真实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都在等待着下一个章节 希望是和平与安宁的篇章 人物与事件 在缅甸的多彩地毯上 不同民族团体的纠葛 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国际象棋比赛 只不过这里的棋子是真人 棋盘是真实的土地 而赌注则是权力与生存 这场冲突的背景是缅甸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多年的政治动荡 民族团体为了争取更多自治权或独立 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石油爆发 最近一些反对政府的武装民族团体就像是在玩一场大胆的夺旗游戏 他们攻占了一些城镇 其中包括一个对缅甸经济至关重要的西矿贸易中心 这不仅是对缅甸政府的挑战 也让邻国中国感到了震动 中国作为一个对稳定有着近乎迷脑的巨人 对这种边境的火药味十分敏感 因此中国开始在中缅边境进行军事演习 就像是一个和平爱好者突然在家中搭起了沙袋和障碍物 以防万一有不速之客闯入 新华社的报道如同一位严肃的老师在告诉学生 演习是为了测试国家的准备情况和动人速度 中国军队展示了他们的封锁边境和攻击能力 就像是在做一场生死攸关的体能测试 只不过这次的跑道是险峻的边境线 同时中国还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 那就是跨境网络犯罪 这些犯罪分子就像是一群专业的数字忍者 他们在互联网的阴影中潜伏 并用现代技术进行诈骗和其他非法活动 中国的反击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电子剧本 自9月以来 缅甸北部当局已经移交了数以万计的 涉嫌与中国有关的诈骗案嫌疑人 这不仅是一次对犯罪的打击 更是一次对法治和秩序的维护 南方军区的声明像是战士的誓言 他们表示始终准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维护国家主权和边境稳定 这话就像是一位壮汉在告诉邻居 他的家是安全的 他的肌肉是强壮的 任何试图搅乱的小偷都别想从他家的窗户爬进来 总的来说 中缅边境的局势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 每个角色都在小心翼翼地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而中国的军事演习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行动 则是这部小说中的两个关键情节 这场真实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都在等待着下一个章节 希望是和平与安宁的篇章 影响 在缅甸 一片看似宁静的土地上 民族团体间的冲突 犹如一锅长期微着的火锅 不时冒出几个炮 提醒世人 这里的汤底是由复杂历史和民族矛盾熬制而成 这些团体 为了争夺更大的自主权 不断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引发了连串的军事冲突 这些冲突对于缅甸的邻居 中国来说 就像是隔壁的音乐会突然变成了摇滚演唱会 震动着共同的墙壁 为了保证自家的玻璃杯不被震碎 中国开始在中缅边境上演一场军事演习的大戏 既是对内展示力量的肌肉秀 也是对外的警告信号 这场演习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武力展示 它还是对国家动员能力 封锁边境和快速反应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就像是一次突发的家庭防护演练 虽然希望永远用不到 但总得准备一个万一 同时 中国还在缅甸境内打击跨境网络犯罪 这些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作为他们的隐形斗篷 进行各种诈骗活动 中国的打击行动就像是一场现代版的捉鬼游戏 不断揭露和抓捕那些企图在数字世界里作恶的幽灵 这些行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 军事演习向缅甸反政府武装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和对边境稳定的承诺 就像是一位大哥在告诉小弟 家门口的事情还是让我来解决 其次 演习也对边境地区的居民生活产生了影响 这些居民可能会对演习感到不安 就像是习惯了静密生活的人 突然发现自己住在一个临时的训练营旁边 接着 打击网络犯罪的行动提高了网络安全水平 给那些潜在的网络诈骗受害者带来了安心 这就像是在一个充满陷阱的森林里 增设了警示标志 减少了迷路的可能 另一方面 这些行动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维护边境安全 和打击跨境犯罪方面的决心 就像是在全球的社区警务中担任了一名积极的巡警 然而 军事演习和打击犯罪行动也可能引起一些国际关注和担忧 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当下 国际社会可能会对这些行动的动机和潜在后果提出质疑 就像是邻居看到你加装了新的安全系统 开始好奇你是否有什么值得保护的秘密 最终 中缅边境的军事演习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行动 不仅仅是关于军事和法律的问题 它们还深深地影响着地区的稳定性 国际关系 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场现实中的游戏 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角色 每个行动都可能改变游戏的规则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光影流转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阿甘正传中汤姆 汉克斯的减肥奇迹 二 到梦空间 零重力战斗场景的拍摄秘诀 三 美国队长中克里斯 艾文斯的瘦弱特效 恋魔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阿甘正传中汤姆 汉克斯的减肥奇迹 阿甘正传 Forest Gump 是一部1994年的美国电影 由罗伯特·泽米基斯指导 汤姆·汉克斯饰演主角阿甘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智力有限但心地善良的男子 如何无意中影响了美国几十年的历史事件 在这部电影中 汤姆·汉克斯的角色阿甘经历了一段非凡的跑步旅程 这段旅程不仅是阿甘个人成长的象征 也成为了电影中一个标志性的情节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汤姆·汉克斯的减肥奇迹 在电影的一个情节中 阿甘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挫折后 突然决定开始跑步 他从阿拉巴马州的家开始 一路跑到了海岸 然后又跑回来 就这样反复跑了三年多 在这个过程中 阿甘的造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他的胡须蓬松 头发飘逸 而且他的身材也变得更加瘦削 实际上 汤姆·汉克斯并没有真的跑遍美国来减肥 电影中的这个变化是通过化妆 服装以及特效来实现的 但是 汤姆·汉克斯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 在电影拍摄前后 确实进行了体重的控制 据报道 他在电影拍摄前几个月内 增重了30磅 约13.6公斤 以便在电影的早期场景中 扮演乐战时期的阿甘 随后 在电影中阿甘开始跑步的情节之前 他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减掉了这些体重 以便更加符合角色后来的形象 汤姆·汉克斯的这种身体变化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相当辛苦的 但他的努力 也为电影的真实感和角色的转变 增添了不少分数 他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也为他赢得了第67届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幽默地说 如果阿甘真的存在 他的跑步旅程 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不科学的减肥计划 毕竟 跑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 但连续跑步三年多 不停歇地横穿美国 这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 幸运的是 阿甘的跑步之旅 只是电影中的一个预言故事 他告诉我们 有时候 人生就是要不断前进 即使我们不总是清楚自己 为什么要跑 或者跑向何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梦空间 灵重力战斗场景的拍摄秘诀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电影史上的一大奇迹 盗梦空间 Inception 中那场让人目瞪口呆的 灵重力战斗场景 这场景不仅令观众们的下巴 坠入了无重力状态 也让电影制作人员的创意 和汗水 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普 林重力 顾名思义 就是没有重力的状态 但在我们亲爱的地球上 要创造这样的环境 比让猫咪放弃抓老鼠 还难 然而 导演克里斯托弗 诺兰 Christopher Nolan 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影魔术师 他坚持要在现实中拍摄这场战斗 而不是靠后期特效来实现 那么 诺兰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 他请来了一位名叫约瑟夫 高登 莱维特 Joseph Gordon-Levitt 的勇敢演员 他在电影中扮演亚瑟 Arthur 然后 他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旋转走廊 是的 你没听错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筒子饼干罐 可以360度旋转 这个走廊被精心设计 以便在旋转时模拟零中立的效果 接下来 高登 莱维特进行了数周的体能训练 以便能够在这个不断旋转的环境中 进行战斗 想象一下 你试图在一个巨大的滚筒里保持平衡 同时还要假装打斗 这简直就是电影界的奥林匹克竞技 拍摄时 摄影机也被固定在这个旋转的结构中 随着走廊的转动 摄影机也跟着转 这样就创造出了演员们在墙上 天花板上打斗的错觉 这个过程需要极其精确的计时和协调 因为一旦旋转速度或者角度出了一点差错 整个场景就会变得像是在太空战里的家庭聚会一样混乱 最终 这场战斗看起来既真实又梦幻 完美地融入了电影的梦境逻辑中 这场景不仅展示了诺兰对电影艺术的执着 也证明了在电影制作中 有时候传统的拍摄技巧比起现代的特效 更能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视觉器官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盗梦空间中的临终力战斗场景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演员们是如何在一个巨大的旋转饼干罐里 边旋转边打斗的 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也是对电影制作人员辛勤工作和创意的致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队长钟克里斯 艾文斯的瘦弱特效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观众们既惊叹又忍俊不惊的特效奇迹 美国队长中的瘦小史蒂夫 罗杰斯 也就是在变身成为肌肉满满的超级士兵之前的克里斯 艾文斯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当你看到那个瘦弱的身躯上有着克里斯 艾文斯那张英俊的脸时 你的大脑可能会短路一下 这种反差 就像是把一个奥林匹克级的健美运动员的头领 在了一个14岁少年的身上 这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错位 简直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奇迹 这个特效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 我们得感谢那些在电影特效界默默无闻的魔法师们 他们使用了一种称为数字减肥技术 这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版的结石计划 实际上 这是一种复杂的视觉特效过程 它涉及到拍摄多个不同角度的场景 然后在后期制作中将克里斯 艾文斯的身体缩小 同时保持他的头部不变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按下一个缩小按钮那么简单 特效团队必须逐针调整 确保光线 阴影 甚至是衣服的皱褶都要看起来自然 这就像是给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 做了一次微妙的整容手术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但是 这个特效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展示 它在叙事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瘦小的史蒂夫 罗杰斯代表了内心坚韧 勇气和正义感 这些品质与他外在的脆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他最终变身成为美国队长时 他的外表变得与内在一致 这个转变不仅仅是肉体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瘦小的史蒂夫 罗杰斯在荧幕上奋力奔跑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而是一次对勇气和决心的赞歌 而且 如果你正在寻找减肥灵感 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找一群特效师团队 虽然这可能会对你的钱包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缩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 电影史上的特效奇迹 我们聊了汤姆 汉克斯在《阿甘正传》中的减肥奇迹 以及《盗梦空间》中的 零重力战斗场景 和美国队长中的 瘦小史蒂夫·罗杰斯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电影特效的魔力 和创意的无穷可能性 无论是通过化妆 服装和特效 来改变角色的外貌 还是通过建造巨大的旋转走廊 来创造零重力的效果 电影制作人们总是 能够以一种 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 将虚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 当然 我们也要为这些特效 背后的工作人员们点赞 他们通过精心的计划 和辛勤的努力 创造出了 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 他们是电影魔术师 他们用他们的技术和创意 让我们的电影体验 更加丰富和令人难忘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特效奇迹 有什么看法 你还记得 其他电影中的特效场景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用吹风机 除去贴纸残留物 二 用面包片 清理玻璃上的油脂 三 用热牛奶 恢复木家具光泽 内膜 小六子 可以先等我们说说 用吹风机 除去贴纸残留物 各位尊敬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可能会让你们想起 那些凡然的标签残留物 它们就像历史上的顽固污点 总是不肯轻易离开 但别担心 我们有一个现代魔法棒 吹风机 它能够帮助 我们解决这个看似微不足道 却又令人头疼的问题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自从人类发明了标签以来 就开始了 与标签残交的永恒战争 从古埃及的纸缩草上的封印 到中世纪书籍上的书籍标签 再到现代的价格标签 这些年年的小东西总 是以各种形式出现 而且 总是不那么容易去除 但是 进入二十世纪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工具 吹风机 这个小巧的家用电器 原本是用来吹钱我们的秀法 却意外地成为了 去除标签残交的神兵利器 当你对着那个顽固的标签残交 使用吹风机时 你其实在进行一场微观的物理战役 热风吹拂之下 残交中的聚合物开始变得柔软 失去了它们的粘性坚持 就像是历史上的帝国 在长期的战争后逐渐衰落一样 这时 你只需轻轻一丝 那些曾经间不可摧的残交 就会像被征服的土地一样 乖乖地离开它们曾经占领的领土 当然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点耐心 就像考古学家 小心翼翼地挖掘古代文明的遗迹一样 你不能急躁 否则可能会损坏那些珍贵的表面 就像一个粗心的学者 可能会不小心破坏掉一个重要的文物 最后 当你成功地去除了所有的残交 你可能会有一种成就感 就像是解开了一个古老的谜题 而这个小小的胜利 也许会让你对这个频繁的吹风机 有了全新的敬意 毕竟 它不仅仅是一个吹发的工具 它还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 战胜力使残留物的时光机器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那些 恼人的标签残交时 不妨拿起你的吹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用面包片清理玻璃上的油脂 当然 尊敬的听众们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 一个古老而又颇具趣味的清洁小技巧 使用面包片清理玻璃上的油脂 这个方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古怪 但它确实是一种 在现代化学清洁剂 大行其道之前的家庭智慧 首先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方法的科学原理 面包片 尤其是柔软的白面包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 它的多孔结构使得面包能够吸收并固定油脂颗粒 当你用面包片轻轻擦拭油腻的玻璃表面时 油脂就会被面包片吸收 从而达到清洁的效果 这种方法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清洁剂并不普遍的年代 想象一下在没有现代超市的年代 家庭主妇们如何运用厨房里的食材来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 面包片作为一种随手可得的资源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种去除油脂的便捷工具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绅士或淑女 你的客厅里挂着一幅精美的油画 但不幸的是 它被一次不小心的晚宴弄脏了 你不可能跑去商店买一瓶喷雾清洁剂 因为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你会怎么办 你可能会回想起你的祖母曾经告诉你的一个小窍门 拿一片面包 轻轻地擦拭油画的玻璃保护层 而你会惊奇地发现 这幅珍贵的艺术品又恢复了它原有的光泽 当然 我们今天有了更为高效和专业的清洁工具和产品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完全忽视这些传统的智慧 有时候 当你在家中发现没有合适的清洁剂 或者只是想尝试一种无化学残留的自然清洁方法时 面包片可能就是你的救星 不过 我必须提醒大家 这种方法虽然有趣 但也有其局限性 面包片可能无法彻底清除所有的油脂 而且在清洁过程中可能会留下面包屑 所以 如果你打算在下一次清洁玻璃时尝试这个方法 请做好彻底清理 面包屑的准备 以免引来家中的小动物们举行一场面包屑盛宴 总之 面包片清理玻璃上的油脂是一个有趣的小窍门 它提醒我们 有时候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在我们的厨房里 而不是化学品货架上 这不仅是一种清洁方法 更是一种对过去生活智慧的致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用热牛奶恢复木家具光泽 各位尊敬的家具爱好者 木材狂热分子 以及偶尔因为不小心把咖啡撒在桌子上而慌张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古老而又令人咋舌的秘密 用热牛奶来挥父母家具的光泽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知识 木材 这个自然界的奇迹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逐渐失去原有的油脂和水分 导致表面变得干燥和黯淡 而热牛奶 这个大多数人早餐桌上的常客 竟然含有能够滋润木材的脂肪和蛋白质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方法的历史 这个技巧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它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那些 没有现代家具护理产品的年代 想象一下 一位18世纪的家庭主妇 在清洁玩家中的项目餐桌后 发现桌面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它不会跑去最近的超市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超市 而是会使用家中现成的材料来解决问题 于是 它热了一壶牛奶 用布站上擦拭桌面 然后发现木头似乎喝醉了牛奶 变得又亮又滑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是因为它确实有效 热牛奶中的脂肪能够渗透进木材的细孔中 补充失去的油脂 而蛋白质则有助于修复细微的刮痕和裂缝 当然 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木家具 特别是那些已经有现代保护涂层的家具 但对于那些古董家具或未经处理的木材 效果可能会令人惊喜 不过 请记住 这个方法并不是没有风险 牛奶如果没有完全清除干净 可能会留下一位或导致木材发霉 所以 在尝试这个古老的技巧之前 请在家具的布显眼处先做个小测试 最后 我们不妨幽默地想象一下 如果木家具真的像我们一样享受牛奶的滋润 那么他们是否也会期待偶尔来一杯热巧克力或是一份星巴克拿铁呢 当然 这只是一个玩笑 请不要真的将这些饮品倒在您珍贵的家具上 总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用热牛奶恢复木家具光泽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 但它确实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方法 这个方法让我们看到 有时候解决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身边 而不是那些昂贵的专业产品 同时 它也提醒我们 历史上的人们常常靠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解决问题 而我们也应该学会尊重和珍惜这些智慧 现在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个方法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没有试过用热牛奶来恢复木家具的光泽 你对这个方法有什么疑问或经验分享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重点来关注中国目前正在大爆发的呼吸道传染病 大范围 大规模 而且呈现出来的紧张程度 很有可能还要持续几个月 用中国官方的说法 就是京东 明春 恐怕都会很严重 眼下的态势就成为中国在结束 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控以后 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的呼吸道感染的爆发 现在不管是专业的人士 还是中国官方的说法 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因为在长达三年的疫控期间 中国人呆在家里的情况会多一点 免疫系统受的挑战会少一点 其实关于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 明镜追击 包括我个人的频道 月歌南方浪 过去几年都做了很多了 我在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 在武汉爆发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是做了大量的采访 采访是很艰难 现在回头来看 我采访的几个人 方斌先生 武汉地势司机丁丁先生 他的妈妈一度啊 一直是得不到确诊 他就背着他的妈妈 去找局委会的工作人员 要床位联系床位 工作人员是吓得 坐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 在丁丁妈妈终于得到床位 大概就是几十个小时之后 就已经人不在了 离开了 他一直耿耿于怀 希望去打官司 去各方面去争取一些声援 但最后呢 当地的警方是在他的家里 安上了摄像头 然后又说了解他的儿子的情况 所以最后他也没有做更多的 维权的努力了 还有一位是张海先生 在武汉疫情刚刚起来的时候 在武汉的官方中的官方 对外发布消息 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时候 他的父亲刚好是从深圳 去武汉的一家医院 做手术 接受治疗 结果呢 不幸中招 最后人也是不在了 在他的父亲不在之后 张海百思不得其解 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 为什么就没有人告诉我 疫情来了 否则也没有必要说去武汉 来住院 他一直为他的父亲 想去讨公道 包括想去起诉武汉 湖北的相关政府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得到受理 我对张海先生 是有过几次的采访 给我总的感觉 他非常直率 直拗的一个人 对他的父亲啊 也是真情可见 孝子不愧 永息而泪 说的大概就是像张海先生 这样的人 言归正传 讲到这一次的 中国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 那我也是做了一些采访的 我觉得可以按照这几个问题 来展开今天的节目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次 中国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 到底有没有新的病原体 比如说新的病毒 或者是新的细菌呢 或者有没有非常罕见的 病原体出来呢 那从小数据来看 所谓的小数据 就是我采访的几位家属家长 那他们的孩子都中招了 其中有几位孩子还在医院里是住院 准确的说是五位家长了 其中呢有两位家长的孩子是住院治疗 直接的确诊的原因就是肺炎支援体感染 那根据他们的这个说法 包括去到医院 那其实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 主要的信息 掌握到的这个病原体 是肺炎支援体的感染 以及流感 相对大一点的数据 就来自中国地方上 卫生管理部门的通报 其中比较突出的 因为人口非常的大 然后呢当地的一些信息整理搜集的能力 又更强一点 比如说是在北京 北京市疾控中心 11月22日就表示 当时北京市的肺炎支援体的流行强度 是已经下降到了 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的第四位 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的荷包病毒 所以就是所谓的四大病原体了 另外一家是长春疾控 他在稍早之前11月19日 发文就提到肺炎支援体 流感肺炎链球菌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 在当地处于流行阶段 而且不少人是出现了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的情况 所以大概披露的信息也是这个病原体 那没有说特别罕见的 当然了如果说出现了病原体混合感染的情况 他的临床的症状对症来失智的情况就复杂一点 接下去更大的数据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所披露的信息 在11月22日 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上就发出了一则声明 非常直接明确的就要求中国提供有关呼吸道疾病增加和相关报告中提到的儿童聚集性肺炎的详细信息 在22日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就通过他们内部的渠道已经告知了中国官方 很快的24个小时左右 11月23日 世界卫生组织又发出了一个更新的消息 当然中国卫健委也在官网上发出了一个简短的消息 就是确实有一个电话会议来进行交流 具体的是中国疾控中心和北京儿童医院就在电话会议上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方面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所需要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大数据 中国卫健委说了什么呢 就是他们所掌握的消息 5月份以来支援体肺炎 10月份以来呼吸道荷包病毒 腺病毒 流感病毒等 导致中国儿童门诊和住院人数是有所增加 世卫组织在11月23日的声明中还特别介绍 中国卫生当局是对他们进行了报告 疾病表现是没有发生变化 包括北京辽宁在内尚未发现任何不寻常或新型病原体或不寻常的临床表现 仅出现上述由多种已知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的情况 透过这样的表述 那中国显然提到的是整个中国大陆范围之内的情况 那为什么特别提到了北京和辽宁 主要是因为在稍早之前的11月21日 新发疾病监测方案的网站叫做ProMet 它是出了一份报告 其中就特别提到北京辽宁出现了未确诊的儿童聚集性的肺炎案例 所以现在海外华人啊 包括海外的一些政府机构卫生管理部门很关注的 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新的病原体 有些台湾朋友也在问我说 中国官方会不会有遮蔽消息 那么现在透过小数据中数据和大数据来看 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这些消息来说 至少说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一些相对常规的病原体 第二个问题 中国官方会有哪些应对 在可能的应对措施之中 会不会又采取长达三年益控期间经常所用的手段 就是大规模的风控管控呢 目前来看 根据公开的信息 截至11月25日 那确实有一些地方上的官方是呼吁 如果说你确实是得了呼气道感染的方面的疾病 症状又严重 那你出去就要戴上口罩 如果说身体有些吃不消 你就待在家里 不要是一边去打吊针 一边去学习 这是对孩子来说的 在中国国家层面 11月24日 中国国务院的所谓联防联控机制 是发布了一张通知 完整的名字叫做 关于做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 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所以提到了 而且中间是提到了六条防控的措施 快速的就念一下 第一是切实落实口岸疫情防控 主要就提到要按规定开展新冠病毒的变异监测 这个是针对新冠 第二点 持续开展疫情动态监测预警 加强对于网络直报 发热门诊 哨点医院实验室检测等多元数据的分析利用 那这个就针对各类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第三点 加强重点机构 重点人群的防控 这里提到的其实是易感人群了 根据这一纸通知 易感人群就包括老年人 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儿童等等 那么就要求啊 对这些易感人群 加强新冠流感肺炎 求军疫苗的接种 第四条措施 加强医疗救治应对准备 这就涉及到了诊疗和抢救 第五点是持续强化科普的宣教 第六点是强化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 第五点 第六点就显得更加宏观一些 所以透过这些细节 那中国官方显然是没有提到封控管控隔离 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 过去这几年我们都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词语 通通在这六条防控措施中没有体现出来 现在综合来看 中国再搞出那一套非常严格 严苛甚至是严酷的风控管控可能性 应该说基本上是为零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六条措施以外 从疾病本身来说 现在中国在新冠疫控三年之后 强调传染病防治法是比较多一点 那么根据相关的中国的法律规定 新冠那已经是乙类 从2023年开始是乙管了 流感在中国的传染病之中 法定传染病 它是在丙类的列表之中 至于肺炎支援体 它引发的感染 目前是没有纳入到中国的甲乙丙类传染病防治法的清单之中 这是法律的角度 接下去在经济的角度 在包括人心的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是在2022年12月底 是突然就对外宣布大规模的放弃了 对于新冠病毒的围追堵截 成为当时整个世界上 整个地球上 对于新冠病毒接纳程度最高的国家 当然从严谨的角度出发 可以加一个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2023年的1月上旬 中国就宣布乙类移管了 但是到了现在11月底 中国现在普遍认为 也没有从长新观效应之中恢复过来 包括经济的皮踏 包括人心的一种疲惫在里面 第三点 那就是从政治角度来看 在2022年的11月份 当时因为中国大陆不少人 包括年轻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人群 对于中国所采取的风控的措施不满意 所以出现了所谓的白纸运动 当时很多人是举着A4的白纸 做无声的抗议 那么这一次 如果说又记起那老一套 用互联网上有些人开玩笑的说法 那中国中共难道不怕A3白纸运动重来吗 所谓的A3比A4 它的这个面积要大一点 话外应也很明确的 从维稳的角度 或者说从政治的角度 中共它也不是太有可能去搞风控管控了 这是就目前的一些态势所得到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 现在其实呢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中国透过这一次 它对呼吸道传染病 大规模爆发 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来看 它到底有没有吸取 差达三年的中国新冠疫控的经验和教训呢 关于这个问题 知名的病毒学家 金东燕教授就告诉我 当然金东燕教授说的非常的简短 当然恐怕也不方便说太多了 金东燕的说法就是 中国到底有没有从新冠防控中吸取教训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讲不完 别说吸取教训 能把教训说清楚 讲明白 都不容易 当然了 我们还是来尝试说一说 从传染病 它防控的角度环节来说 主要的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感染源的发现 第二点就是传播途径的切断 第三点就是对易感人群的保护 透过这三点来看呢 第一点对传染源的发现 那根据中国卫健委 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 五月份以来 其实他们就已经监测到了 或者说注意到了 支援体肺炎 从这个细节来看 中国的几个系统 包括网络直报 直接上报 发热门诊 哨点医院 实验室检测 等多元数据的分析利用 对于确认病原体 那是客观来说 是发挥了作用 但是你五月份就出了这样的情况 十月份 其实根据社交媒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根据中国一些专家的疫情 其实呢 支援体的肺炎就已经很严重了 一直到十一月底 中国才向世界卫生组织 做情况的通报 而且是在世界卫生组织 公开发布声明 要求中国提供更多信息的情况下 中国才这样做 这就涉及到传染病防控的第二点了 就是要切断传播途径 都已经明明知道 有了 在蔓延了 但是就是没有对外来发布 比较详细的资料 它必然会导致传扩大 当然这中间啊 切断传染源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 那中国的三甲大医院里面 人山人海 其实呢 如果说有假设最悲观的情况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病原体 那其实大面积的传染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其实这一点啊 是业内人士 包括最一线的护士 医生 然后专家等等 非常看重的一点 关于中国医院的人山人海 这个不是夸张的说法 但凡在中国生活过 因为人总是吃无骨杂粮的 难免会有一个头疼脑热 那中国人一般的选择 还是去三甲医院 为主 特别是说孩子或者是老人 不舒服的时候 那么一般是首选去大医院 那回到这一次的人山人海 中国的官方 11月23日 卫健委一位不具名的人士 是接受了新华社 央媒的所谓独家采访 其实就是五个问题 五个回答都非常的简短 最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落实分级诊疗 坚持就近就医 包括在24日 所发布的六条防控措施之中 也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要加强保障医疗机构 特别是基层医疗物资供应 其实呢 这样的一些细节就能够看到 中国官方是在鼓励病人 去基层医院的诊疗 所谓的基层医院 在中国就包括 城市的社区医院 街道医院 农村就是乡镇的卫生院 村里面的卫生室等等 中国官方这么密集持续 甚至是有一些强势的表态 其实呢是让外界感到有一些意外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 特别是大城市的三甲医院 那可以说呢 堪比春运时期的火车站 挂号后衣的人数 动辄是以千来计 就是超过一千 后诊的时间 超过十个小时的 在北京 在广州 都是有发生 而且在北方啊 而且是正在发生之中 医生 门诊 有的时候要晚上八点钟 十点钟才下班 然后又要抽掉一些别的科室的医生 去支援急诊 在不少医院 当天的急诊 其实是没有办法消化完毕 就是看不完的 要拖到第二天的上午 甚至是中午的时间 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越拖越往后了 所以有一些医院 包括有些地方上的 卫生主管部门 他应该会有一个想法 会不会有一些资源的协调 那现在根据中国官方的表态 像三年疫控期间 出现的大规模的跨市支援 跨省支援 跨地区的大幅度的支援 那这个他们可能是想多了 而之所以说中国官方的表态 就是要强化分级诊疗 让中国的基层医院 发挥诊疗方面的更多的作用 不那么让人感到意外 主要的原因 那除了是说 这些的呼吸道感染病啊 它都是自线性疾病 除了有这个因素以外 关于中国的分级诊疗 其实在2003年 当时是SARS 或者是非典之后 中国官方就有提及 在非典之前 大概2015年2016年 也是有相关的文件政策出台 在推进要强化分级诊疗 要让大型的综合性的 三甲医院的门诊量 给它降下来 包括江西是在11月份出台了文件 海南是在非典之后 就推进了三甲医院门诊 要减量的一些试点 此外再加上北京 上海广东 青海等等 都有一些类似的政策性的文件 根据中国官方 对于试点城市 对医院所提出的要求 就是希望基层医院 它诊疗量占到所有诊疗量的 65%左右 那么目前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它的诊疗量占总比大概是50%左右 就是说还要提高15个百分点 这个从思路上来说呢 从趋势上来讲 和西方很多国家做的是类似的 那你有头疼脑热了 你得打电话 或者是在线的预约 你的家庭医生 除非是急诊 你可以直接去医院 别的情况 一般来说呢 就是首选家庭医生 当然如果说 病人有保险的话 基本上也还是这个流程 就是说等候的时间会快一点 能够比较快的 见到专家 比较快的做手术等等 所以从传播途径的切断角度来看 中国官方在应对这一次 大规模的呼吸道感染的爆发的时候呢 客观来讲 是在吸取新冠疫控的应对教训 但是现在争议阻力都很大 一方面时机是不是合适 医院都是忙得团团转了 另外一点很关键 中国的所谓优质的医疗资源 它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所以如果说 透过这样的政策性的手段 让普通的居民去社区医院 基层医院 感觉上是方便一点 但是普通人就感觉你是在剥夺 我去好的医院 去看好的医生 接受好的医疗服务 这样的机会 所以就感觉是剥夺了 它的一个幸福感 获得感 这个是在中国非常严重的一个矛盾 包括在新冠疫控期间 北京市曾经尝试出台 新冠疫苗的通行证 但是当时民间反对的声音很大 最后政策还没有落地 就宣告夭折 还有一点 中国对于官员 是有专门的医疗保障机制的 官员的级别越高 他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 诊疗方面的待遇 所谓的待遇就越多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中共的特权 所以普通的居民对这一点也非常的不满意 那你说医疗要改革 要向西方来学习分级诊疗 那你首先把特权医疗取消了 你不能让普通的所谓的老百姓 去社区医院 中国的这些官员生了病 头疼脑热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药 看到很好的医生 官员本身如此 官员的家属都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 所以在斩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仅就这一点而言 那不是非常简单的说 从新冠有没有吸取教训 他有关键的问题 普通人一般来说都是往好医院去跑 他有投资的问题 迫切的要求中国官方拿出更多的真金白银 特别是倾斜给到地方上的基层医院 去配备更好的人力资源 设备资源等等 此外他还有体制改革涉及在其中 特别是中共的特权医疗 医疗特权真的是名分很大 占用的资源也非常的多 最后一点 在对易感人群的保护上面 中国官方目前就公开的信息来看 是在鼓励大家去打疫苗 不过具体到比如说新冠疫苗 那其实呢 海外舆论厂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中国因为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 始终没有批准比较好的 比如说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在中国的落地和使用 其实中国的上海流水线一度都已经搭起来了 可以大规模的生产 复必泰疫苗或者说辉瑞维疫苗 或者说半泰克疫苗都是同样的一款疫苗 复兴医药就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一类医管都快一年了 仍然是没有批准紧急落地的使用 关于中国的流感疫苗 其实接种率是非常的低 2020年至2021年年度 接种率是3.16% 2021年到2022年度是2.47% 2021年到2022年的数据进行同比的话 美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大概是51.4% 加拿大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大概是39% 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这一次随着大爆发 那相信流感的接种率有可能会有所提高 但是要形成比较好的保护 大规模的保护 接种率还需要大幅度的提高 用京东燕教授接受我的采访时候所说的 就是健康的青壮年打不打疫苗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老人与小孩打疫苗 包括新冠流感或肺炎 炼球菌疫苗道理都一样 老人和小孩打疫苗是可以降低社区中病源的流行 特别是重症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1月25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 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日本和中国外长 希望在首次会谈中 修复关系 日本时报 日本外务大臣 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 讨论了围绕中国禁止 从日本进口海鲜的持续争议 该禁令是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废水 排入太平洋后实施的 上川还计划解决 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而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国民问题 以及拆除位于日本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尖格列岛附近的中国浮标的问题 卷入中国声纳事件的澳大利亚军舰开始与菲律宾在南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ABC澳大利亚军舰图文8号已开始与菲律宾在南海进行联合海军巡逻 在此之前 该船与中国军方发生了一次危险的声纳事故 联合军事活动包括菲律宾海军舰艇 菲律宾空军侦察机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侦察机和皇家海军图文8号 联合巡逻旨旨在促进和维护争议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在此之际 中国与南海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中国军队在车队起火后在缅甸附近举行演习 日经亚洲 中国军队宣布将在中缅边境开展作战训练活动 就在这一消息发布的前一天 一支运送货物进入缅甸的卡车车队在缅甸官方媒体 称之为叛乱袭击的事件中被纵火 此次训练旨在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 封边火力打击能力 这一消息发布之际 中国担忧安全局势 最近与缅甸官员会面讨论边境稳定问题 为什么以色列加沙战争可能会使中国中东军用无人机市场变得复杂 南华早报 尽管以色列加沙战争后该地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但中国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可以帮助该国扩大其在中东的国防工业 在最近举行的迪拜航展上 30多家中国商业和国防承包商展示了他们最新的飞行器和武器系统 其中重点是无人机UAV 过去十年 中国已向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出口了280多架作战无人机 中国计划继续利用智能技术发展军队 并承诺加快无人作战能力的发展 中国的无人机因其灵活性和相对较低的成本而被视为对中东国家有吸引力 然而,中国在江崎系统与西方北约系统整合方面可能面临挑战 美国警告中东国家 如果他们将太多中国武器装备整合到军队中 获得美国先进武器系统的机会可能会受到威胁 中东财富基金因与中国的关系而受到美国更严格的审查 日本时报 在拜登政府领导下 中东财富基金在美国的交易正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这是对被视为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实体进行更广泛抵制的一部分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今年正在审查几笔数十亿美元的交易 担心这些交易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拜登内阁官员目前正在审查来自中东财富基金的六多笔收购 其中包括阿布扎比投资局 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的交易 尽管中东最大的财富基金仍将美国视为首选投资目的地 但中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海湾基金在中国的收购和投资价值从去年的约1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23亿美元 中欧峰会 信任赤字 威胁贸易和外交 南华早报 在北京举行重要峰会之前 欧盟对中国对其贸易和地人政治担忧缺乏回应越来越感到沮丧 欧盟正在考虑对中国对电动汽车、锋利涡轮机、医疗技术和太阳能设备的补贴采取行动 此外 有传言称欧盟将利用新的外国补贴法规来阻止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匈牙利的投资 欧盟还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 最近 在中国外交官主办了一场庆祝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的活动中 官员们就补贴问题以及北京涉嫌在台湾问题上对立陶宛使用经济胁迫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ie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ow